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要让自己真正快乐的并不是东西 而是我们跟谁谁谁的那些人际关系 或者是亲密关系 那么要建立关系 我们必须有沟通与信任来建立的 而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是那种和睦平安的关系 我们要跟上帝和睦 我们要跟我们身边的人有和睦平安 我们要跟自己有和睦平安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建立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建立这种关系呢 什么时候建立这种关系呢 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 是圣经里面的一小段的叙述 因为圣经里面有描述这样的一个人 他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这个犹太人 相信他是犹太人的 那么这个犹太人他在问耶稣一个很 我们都很向往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得永生 犹太人对永生的概念 并不是长生不老或长生不死 这样的概念 他们对永生的概念是一种 一种完美 一种他们所向往的一种生活 一种快乐喜悦喜乐的生活 或者是生命吧 跟主持人来说 那么他也知道要得到这样的一种生命 这种永生这种永远快乐 永远喜乐的生命 并不是吃一些什么样的长生不老压 或者是去喝一些什么鲜水之类的 而是要做某些善事 要做某些善事 而在犹太人的老海里面 这些所谓的善事 就是在旧约里面所教导的那些 比如十戒 也包括了耶稣经常教导的 什么爱人如己 这样的一些道理 所以这个犹太人 这个人他知道 要得到永生 必须做这些事 那么今天 跟我们所讲的众瓜德国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众瓜德国这个道理 你我都懂 就是我们如果要身体健康 我们饮食 我们的生活作息运动必须配合 对吗 要有好的饮食 要有经常的运动 我们身体才会健康 那么如果我们以后退出时候 要有很好的财富的累积 现在我们就要有很好的财务规划 好让我们以后的经济无忧 所以种瓜德瓜这个道理 我们都明白 苹果的种子是种不出榴莲的 苦瓜的种子是种不出西瓜的 所以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如果我们要快乐的话 我们就必须种下快乐的种子 而快乐的种子就是前几个礼拜已经说过的 比如我们要沟通 我们要建立信任 我们要建立和睦的平安的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话 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就是那个种子 之后我们就会跟他建立好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跟自己建立和睦跟平安的关系的话 我们就必须对自己诚实 对自己坦然 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跟别人 这边的亲爱的人建立好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必须什么呢 经常与他们沟通 并且相信他们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快乐 我要跟我的人 这边的人有真正的快乐 喜悦和睦和平的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常跟他们沟通 关键是你有吗 你从现在开始 有跟他们沟通吗 你是否宁愿花你的时间 在手机上 在打游戏 在你的工作里面 也不愿意 打起电话 打个电话 发个简讯 或者是出去吃顿饭的时间 跟你身边的人建立一个关系 好让你日后 让他们有喜乐的连接 今天 我要问大家的 我给大家可以思考的 就是你今天做了些什么 或者是你将要 你将会做些什么 能够使到你以后 跟你身边的人的关系 有和睦 有平安 希望你今天 打起电话 或者是 打个简讯 你身边的某某某 跟他继续的建立关系 不要再等了 不要再等了 从今天开始吧 好 让我们开始 种瓜得瓜 种快乐得快乐 周三客栈 我们下个星期 同样时间 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